坐魄七个蒲团仍迷茫 卷起帘自己开悟 长庆惠冷禅师误道姻缘 福建福州的长庆惠冷禅师 是唐末五代时候的著名高僧 雪丰一存禅师的四法弟子 俗家姓孙 杭州阎官人 秉姓纯厚淡薄 十三岁在苏州通选寺出家 随后游历诸方 便参禅院 惠冷禅师曾经参理过福州凌云至勤禅师 向他求教道 如何是佛法大义 凌云禅师道 离世未去 马世到来惠冷禅师听得一头雾水 毫无领会 于是便前往雪丰一存禅师 坐下请义 初见雪丰时 惠冷禅师学业非常用功 却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雪丰和尚见他如此急切 就对惠冷说 我给你用死马当火马的医法 你甘不甘心 惠冷回答道 任凭师傅安排雪丰说 你不用一天三番五次的上堂 只要能像山里面用来烧火的树桩子一样 身与心一起熄灭 通常三五年之内 最多十年 必定有所误解惠冷禅师 于是依照雪丰禅师教导的方法修行 如此过了两年半 有一天夜里 惠冷心中万分烦躁难安 坐卧不宁 就到寺院外面绕着茶园走了三圈 随后就在树下盘腿打坐 竟然慢慢地睡着了 醒来后他返回寺院 刚走进僧堂卷起帘子 见到房中灯笼里的火光闪烁 突然心中成名涌现 似有所悟 于是便去雪丰和尚那里求证 当时天还没亮 雪丰和尚仍在睡中未起 惠冷退转到法堂门口 依着法堂的柱头站立 心头激动 不由得失声痛哭 雪丰听到哭声 出口询问道 是什么人在这里 惠冷报上自己的名字 雪丰又问 你三更半夜的来这里做什么 惠冷禅师答 弟子有点特别的见解 想要求叫和尚雪丰当即起来开门 握住长庆的手询问详情 惠冷禅师告诉雪丰 我来这里做破了七个蒲团 始终不明道理 今天卷起帘子 忽然有了感悟 于是又做了一手诵 呈给师父 也大差 也大差 卷起帘来见天下 有人问我解和宗 拈起符子 剔头打 这意思是说 我过去用功方法 真是大错特错啊 今天卷起了帘子 我才突然领悟了 天地之间的真理 如果有人问我 理解了什么道理 我只好拈起符尘 塞住他的嘴 雪丰禅师一听 知道他已经彻悟 便将此事告诉了 玄沙师被禅师 并说道 这小子已经彻悟了呢 玄沙禅师道 不见得 他这只是一时住宿 还需要看宴过后 才能算数 于是 到了晚上 众僧上来问讯 雪丰禅师便对惠冷禅师说 被投驼还没有手啃 你的悟尽 既然你有心得 就在大众面前说说看 让他看宴 慧冷禅师 于是当众作诵约 万象之中独鹿深 为人自啃乃方亲 虚实谬向途中觅 今日看来 火里冰雪丰禅师 于是回头看着 玄沙师被禅师 说道 这回不会又是一时住宿了吧 当下已得到了 师被禅师的应可 慧冷禅师悟道后 继续留在雪丰禅师身边请义 慧冷禅和尚 有一次问雪丰禅和尚 咱们这一脉的佛法 是怎么一路传下来的 您能不能指点一下 雪丰禅和尚啥也没说 就默默地坐了好一会儿 慧冷禅师见状 就行了个礼退下了 这时候雪丰禅和尚 对他笑了笑 第二天 雪丰禅和尚对慧冷和尚说 我平时跟大家说过 南山有一种长得 像王八鼻子的蛇 你们得留心看清楚 慧冷禅师回答说 今天在大殿上 肯定有人遇到大麻烦 雪丰和尚一听这话 就点头表示同意 从那以后 只要雪丰和尚有问什么 慧冷和尚总能回答得头头是道 和师父的想法非常契合 有一天 慧冷禅师又去找雪丰和尚 雪丰和尚问 你来干嘛 慧冷禅师回答说 今天天气晴朗 是和大家一起出来干农活 慧冷禅师出世筑山之前 一直待在雪丰禅师身边 足不出山 将近三十年 直到唐哀帝天佑三年 西元906年 受泉州刺史王炎斌邀请 来到昭庆寺 助西洪法 开堂时 刺史身着朝服 站在法堂脚边 请慧冷说法 慧冷问 听到了吗 刺史遍礼拜 慧冷说 即使这样 还是有人不同意 后来慧冷禅师 又被民主王炎汉 请去长岳府西院长庆寺说法 有一次他给大家讲法的时候 一个僧人问他 灵山大会上有上百万的僧众在场 但只有家业尊者明白了佛祖拈花时的意思 家业到底听到了什么深奥的佛法呢 慧冷禅师沉默不语 那和尚接着说 如果不问明白和尚 我这一辈子都白活了 慧冷一听 立刻抄起禅杖 对他劈头就打 慧冷禅师在福建传法 得到了当时民主王炎汉的大力支持 禅集里有一些 有关慧冷与王炎汉 及其家人交往的记载 一次 王炎汉的夫人崔炼师 派使者给慧冷送来衣物 使者说 练师请大师一定要回信 慧冷禅师说 你回去给练师说 叫他来拿回信使者应诺便回 第二天 慧冷到敏帅府里 练师说 感谢大师昨日的回信 慧冷说 请把回信给我看看 练师就展开双手 敏帅问 练师所成的回信 大师还满意吗 慧冷禅师说 还差点敏帅又问 不知大师意志如何 慧冷禅师沉默不语 敏帅感叹道 不可思议 大师的佛法实在深远 慧冷禅师曾问西院的身上座 这附近有座像古山 你去过吗 身上座回答 没去过 慧冷禅师问 为什么没去 身上座说 我自己有本分事 要做慧冷禅师又问 你的本分事是做什么 身上座就提起 那衣的衣角 慧冷禅师问 就这么个事啊 还有别的吗 身上座反问 大师你都看见些什么了 慧冷禅师说 怎么开始是那么有趣事 最后没啥力道了呢 又有刺 慧冷禅师问一个僧人 你从哪儿来 僧人说 我从古山来 慧冷禅师说 古山有个说法是不跨石门 如果有人问起 你该怎么回答 僧人说 我昨晚打了灯 慧冷禅师又问 如果我打你一棒 你怎么办 僧人回答说 如果和尚真的用棍棒打我 那你接受众生和上天的供养 也不算浪费 慧冷禅师说 那我就放过你吧 有一天 一名学僧向慧冷禅师 请示佛法 并且举出一件事 过去 有一位高黎僧人 到中国参学一段时期 在他要回故乡前 特地请人造了一尊 木头的观音像 准备一起从浙江上船运回高黎 不料 临上船时 这尊观音却在原地如如不动 所有的人费尽力气 都无法将这尊观音像抬到船上 最后不得已知下 这名高黎僧人 只好将观音像留了下来 请入当地的开源寺供奉 僧人问慧冷禅师 请问老师 经典里提到 观音菩萨大慈大悲 无处不现身 为什么他不肯去高黎呢 慧冷禅师回答说 观音菩萨普世硬化 无处不现身 但一般凡夫众生 即使见到菩萨的身相 仍不免望生是非偏见 更何况就算肉眼见到了 也未必能见到真正的菩萨 僧人仍不慎明白 继续问 那么 观世音菩萨究竟去高黎了吗 常庆慧冷禅师淡淡地说 你认为观音是木头吗 木头虽然没有去 但菩萨去了啊 这名僧人文言 若有所悟 慧冷禅师入祭之前 一直在敏月两地 往来传法二十七年 常随途众有一千五百多人 慧冷禅师与后唐长兴三年五月归继 是寿七十九岁